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百二十九年 三百二十九年 第四行 看书 问 铸天宫见玉年渊 月亦报言 与此何别 这个也是李宗盛大师假设的问题 这个月亦以上的铸天 从四王天以上 可以说呢 多半都是化身体 天然的化身体 也有确保宫殿 这样 与西方极乐世界 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铸天宫大师为我们解答 粗妙遗二 这是说明 铸天他们生活的环境 这西方极乐世界 地区有差别 我们看下面的主题 这粗妙者 如释勾玉 虽精明宝 而智有粗妙 价有勤动 这是用世间 我们今天讲的宝石 如果是说玉 那种类就很多了 有很便宜的 也有价值的 廉成的 那么这个就是 玉的智地 我想懂 铸天 里面的切宝 如果跟西方极乐世界比 实在讲 这个质地就差得很一远很远 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说过 这个也是很难懂的一种事 那就是 极乐世界的切宝 是法性的 变现出来 它是法性的 跟圣方祝福这个世界不相同 所以我们这边的一般世界讲 六层 它那个不是六层 它是法性的 这个名称上 我们在大庭经论上看到 设计上的境界 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得到 那么大肆用这种比喻 使我们能够领略到一些的卡子底 这个下面讲 顾祝天 日下而上 天有二十八天 每一层天 火爆不相同 所以每一层天的这个宝 虽然明称相同 至低也不相同 那越望上面去 越殴套 unchŽ 幼述云深 这 这个意思很好懂,就是跟祝天比较 就是这个最上的这一层,我们讲这个大自卖天 都无法跟西方极乐世界,凡身同之处,下下平,上平 都没有好一层,坚匀,伦王,也有三十二相,而不及福,皆此地 福出现在是你,福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冠伦圣王,也有三十二相,也有八十种好 但是这个相比不上福那么样的殊胜,没有福那么样的明显清晰 这个相貌是福,相貌是福 有福的人一看相貌就不一样,相貌是福报 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菩萨修行成佛了 成佛是成就究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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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佛还得要用必贝戒的时间专门修佛报 贝戒修佛 可见的佛报重要 但是诸位晓得 佛修佛是在最后修 天修慧 为什么呢 有慧 纵然没有佛 不会堕落 所以慧成就之后再修佛 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为什么要修佛呢 没有佛报不能度众生 你比如说 虽然好像成了佛 成了菩萨了 如果这个相貌不好看 很丑陋 人家一见就讨厌了 你再好的佛法说给他 他不听了 跑掉了 不愿意清静你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你看出这是世间最好的 最圆满的相貌 我们在雷明经上看到郭南尊在出家 我问他 你为什么出家 他看到佛这相貌太好了 这样出家的 我们中国古人所讲啊 羞涩恐惨 看到这个相貌太美了 自然人就跟他去了 相貌是摄受众生的一种手段 所以佛也得要迎合世间人的心理 如果为他自己大口不必 佛也得修佛 是唯一度众生的帮助 那么这个就是 修佛修慧 有先后所欲 这个我们一见的 叫明了 再看底下这一段 就此功德 遂复力成就 一间有众生 比天间处净固 这句话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 敬宗法门 讲幸运型的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 是要相信自己 欧耶大叔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第二呢 要信佛 信佛就是信老习 这个地方 你要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的功德庄严 我们在无量手中也读 这是阿弥陀佛累灭修成的 他修成的这个神仪 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也要修与他相复的功德 这样才相应 才能够感应到效 否则的话 我们的心形 与佛的心形 完全不相同 那是美化的 所以 净土中 念佛的人都往生的人少 原因在哪里呢? 虽然天天在念心 不相同的行为 行为也不相同的行为 这个只有口念佛了 心情不相同的行为 这个是不能往生的行为 我们在讲述当中 常常劝勉一些同学 舍佛 叫舍佛的存心 要舍佛的存知 要舍佛带人交 换句话说 总得要与佛相应的 这样才行 那么我们在讲解《无量寿经》的时候 圣经跟主说过 假如我们把这个经理念的教训 经理念的道理 我们全都做到了 统统做到了 不是说我每天念 念没有用处 要做到 他教着我们怎么做 我们统统做到 统统做到了 你决定是上平上阵 不能完全做到 我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 那么你就可以上平终身 你做到百分之八十 你就可以上平下阵 那么到下平下阵呢 注意想想 最低限度也要做到二臣 二臣都做不到 所以 虽然念佛了 只能够跟基督世界接个月 这些神不能去 这个地方 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 一坚由众生 依侵处见故法 所以 这个法门修学 着重在清静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在人间 无论是人事环境 或者是物质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面 学什么呢 学清静心 华言五十三餐 教着我们烈色烈心 我们在种种不同境界里面 这个练就是修炼了 就是修行 修炼了 练什么 练清静 练平等 就跟佛心一样 佛的心是平等 我们的心 清静平等到了极初 就叫成佛 佛的慈悲是从清静平等里面分出来的 这个叫大慈大悲 有平等没有变先了 没有分别了 情不平等呢 他有分别要解释 对这个人慈悲 对那个人就不慈悲 这个就不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是一律平等 无分平淡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大慈大悲 那么如此可知 佛心是什么样子 就是清净平等 我们能在人私物质环境里面 去练这个清净平等 就是真正的秀 真正秀 清净的途径 这个下面是注解的 皆有更正的 唯一抹经营 执心是菩萨净土 这个心上讲的执心 唯一抹经常说的 也就是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 智臣经 真臣到了极处就叫做知 这当中没有一丝毫无疑之下 这个才叫知 我们用观经的解释 比较上好多 观经讲了知诚 那么什么叫做成呢 从前 曾国藩先生 他不输 他有一本笔记 他那个笔记 求确在领域 我们一般人都想求圆满 他不求圆满 认为人呢 有一点欠缺 才好 所以他那个书房 求确在 他这个臣呢 下了个地 你一念不三为之陈 这个什么叫成心成意呢 你心里头有一个念头 这个心就不陈 那么由此刻 成心是真心 真心是理念 绝境没完 有念 外面灭忘 心里没有念头 这个心是真心 没有念头 外面六根对 外面六种境界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谓叫灵光毒药 拥脱根尘 禅宗的话 这是真心结果 就是所对讲的直心 直心 假如我心里什么都没有 我对外面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不是真心 这是什么 这是无明 真心是一切明了 是一念不三 他要这个条件 执心就是这一切明了 执心就是这一切明了 这叫菩萨信徒 那就是这个平静的途径 因此 因此 这个三智 我们常说的 一切 道懂之 一切之人 是摩罗汉的智慧 道懂之 是菩萨的智慧 一切懂之 一切懂之 是如来的智慧 从来的智慧 从一心中修 佛家讲真正的智慧 是因界分定 因定开慧 定就是清定性 就是佛家讲真正的智慧 从心不清静 绝变只有妄想 没有智慧 这个是我们主义的 要承认 为什么佛这样子 肯定说我们智慧都是妄想呢 我们凡夫的智慧叫 世之变通 就是世间的这种聪明智慧 不是佛法讲的智慧 佛法讲的是真智慧 我们世间这个智慧 是从分别心里面分布 就是从意识心里面分布 不是从执行分布 心意识里面所参见 是世之变通 佛门里面所讲的智慧 约定是从禅定里面而参见的 再别读一说 不要说禅家是着重禅定 净土着重在之心 就是一般教下 我们叫华阴 天台 般若 为时 散论 这些宗派 都是着重于研究经典的 他们的原则是将求大开圆解 大开圆解就是真正智慧 他是不是成天在研究这些教育 研究得到的智慧呢 不是他 不是科研究论 虽然他读诵经论 他读诵经论 他是修结典会 换句话说 他不用这六意识 也就是他读经 读经他不用分别 不分别 他不执着 他不达妄想 不求解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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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遍一遍一遍念 这一遍一遍念 为什么呢 这个念经呢 就是修结修定修慧 它是这个戒定慧三世 一次完成 戒律 虽然喊多 在佛教经典里面 成为一个大部分的日常 整个略当的精神 实在讲 就是两句话 助我莫多 重上重心 他在读经的时候 心里绝对不会想坏 不会想坏面 他读经 他就助我莫多了 他做到了 经典 是如来 从真如本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 绝对不是实现的 这是善中之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 所以念经就是众善奉行 所以变成戒律 变成戒律 变成戒律 所以念经就是修结 念经就是专心 专心就是修至 所以同时修结又同时修至 念经念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明白 没有把字念错 没有把句子念倒 念漏掉了 这个就是修会 这个会是什么会呢 根本志 什么叫根本志呢 《般若经》上说得很好 《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 根本志就是无知 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 所以读经的时候修什么智慧呢 修那个根本志就是修无知 你看经经是般若经的精华 般若经的纲领 经经到最后 回约的地方 无知叫无德 所以读诵经典的时候 就是要修无知也无德 心呢才真正到清净 经经到基础上 这个就与执心相应 执心就是佛心 这样才相应 所以这个读经呢 我每天读一个小时 我就修一个小时 我戒定会三学同时再修 我这一个重点 修戒修定就会 读经决定不能研究 你研究 哎呀这一句怎么叫吧 这一段什么意思 那好了你这个戒定会三学统统破掉了 那么你念这个经是 你是把这个经当作世间书来念 你所得到的是世之变通 如果你根本就不求理解 你公公进进去念 你所得到的是戒学 定学会学 那完全不相同啊 我们现在佛门的同修 在家出家的 每一天读经的人不少啊 他得到什么东西呢 这多数 绝大多数 他所得到的是世之变通 清梁大师所讲的 正当学习 不念书 那个不念书的人 天天在那拜佛 离颤念佛 清梁大师也说了 正章无名 没看见 这不读经的正章无名 天天读经的正章写信 这到底怎么会出现呢 换句话说 他不懂得修行的方法 所以懂得修行的方法 主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就是我们坐经不求结 但是有的时候坐到那个地方 意思自己往前面 牵牵 那是你的误处 为什么呢 你没有通过心意识 这个意思忽然就牵牵了 这是误处 这种境界现行 你也不要这么换出去 为什么呢 你过两天再度的时候 会比这个意义更深 都会出来 所以这些境界现行 根本不得修行 还是公共经济面 下去 那这非常猜 这种读经呢 叫功德 他就自信一下 与界定会三十相议 与五分法身相议 所以这就是说 三至与一心中修 三地也是一心中造 天台家所讲的 俗地 真地 中地 他将三至三观三地 全都是从一心当中 显现出来的 那么由此可知 一心是多么重要 建徒总得修学 直接就是修一心 本经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一心不乱 我们念这个佛号 目的活在呢 就是求一心不乱 我们不念经 不念佛的时候 这个头脑里都会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是大病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提音 妄想 妄有妄想这些话 是昏沉 就是无明 换句话说 你不躲在妄想这一边呢 你就会躲在无明那一边 所以佛法里有八万四千法门 这些方法 这些门禁 都是对峙的这个毛病 念阿弥陀佛呢 也不例外 也是 许许多多法门里面的一种方法 我们一天到晚念这些阿弥陀佛 这些阿弥陀佛不是妄想 也不躲在无明那里 我只有这一念 阿弥陀佛 除这一念之外 什么念头都没有 没有妄想 用这一念 带一切妄念 带着一切妄念 我有这一念 我并不是什么念都没有 不落在无明 活款这一念的功德 不可信 这个一句名号 一句名号 会说 设方三世 业切如来 教化众生 所讲的无量无边的 画门的总题目 我们今天 这个社家如来所讲的经典 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叫 大将军 大将军 大将军是总题目 如果说设方一切如来所讲的经典 我们也跟他起个题目 叫什么呢 叫阿弥陀佛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意义之深广 真正不可信 这个诸位要能够深入研究无量授业 你深入研究这个 这个莲齿大使的这个主席 那就是苏昭 你才真正能体会到明号功德不可信 不但与这个阿弥陀佛相认 与世方一切如来都相认 与世方一切祝福 莫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 莫有一尊佛不讲阿弥陀佛 可见得这个净土三经 是略切如来教化众生 比一射之净土 这称之为佛门必语境 我们再看等下的经文 菩萨成佛不禅众生来生去过 这个禅是禅美 菩萨成佛 成佛当然他有他的过渡 菩萨当然非常欢迎众生 到他这个过渡来 但是并不禅美八戒 你愿意来就来 你不愿意来 我绝不勉强地来 所以佛法是随缘而不喷 人固有缘缘 人固有缘缘 不喷人 这是讲知识 如果有喷人 有个习光 这个心就不知了 心里面有为师 这个意义的就不是知识 对西方极乐世界 是要我们自己发心去求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说到哪个地方去找生 没有 是要我们自己发心去找他 他决定不会拒绝 他很欢迎 我们不去找他 说老实话 他决定不来找我们 所以讲 是因是道 谢师父 只问来学 慰问忘教 因为你来学 你有诚意了 你一定会能够得到的 老师来教 学生根本没有诚意 老师去教 有甩费精神 他得不到 现在传授的是知识 知识科技 学生对老师没有诚意 知识科技能得到 但是 诚问得不到 一定要有诚意 诚问是 要看误化 那这个开悟这段事情 决定是虔诚恭敬心 才能够大得到底 所以你看印族 常常教会人说 一分沉浸得一分力 十分沉浸得十分力 你没有沉浸 你没有沉浸 你学佛法 刚才讲了 学的是佛学常识 是佛教里面的知识 如果你有沉浸 如果你有沉浸 那你在佛法里所得的 是三十分 是叶并会有三十分 绝对也不是世间的知识 但是沉就是清净 沉实在讲 也并不是表现在外表上 外表怎么恭敬 先帝不清净 没有沉浸 先帝真正到清净了 表现在外面不恭敬 没有关系 佛还是非常欢喜 认为这是我的真正的知识 为什么 心情之识 所以注意要想这 佛法重圣志 不重现实 这个现实 有存在的必要 现实做什么用处呢 实在讲 借淫众生一致 是为真正的 佛不要现实 我们自己过人修行 不要现实 如果我们影响别人 这个现实会起很大的作用 我们进佛堂 恭恭敬敬 像佛像 顶以善拜 让那些没有学佛的人看到 他重现实 他又想到 这个人 为什么对佛这么恭敬 这个有什么意义 那么他就会来发问 这叫机会教育 那么他一问呢 他来请教嘛 我们就可以讲解给他真了 机会教育 这是引他来发问 诱导他如何门 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遗失要隆重 要壮业 是欺义法异邪众生 向佛这个心 绝对不是佛要的 也不是我们自己修行 一定要比较多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个遗归的真神 你就不会啊 知足在遗归里面了 那说佛才真正活泼啊 真正自在啊 什么时候我知道 这个要讲求遗归 什么时候可以不必讲究 无视无处 无视无处 所以佛法 这个尤其高级的佛法 给我们讲 离书无脉 素素无碍啊 这才是真真真 卸佛所在的 那么底下讲呢 身心是菩萨性徒 菩萨成佛时 知足功德众生 来身经过 开头就是讲的 开头就是讲的菩萨性 执心 身心 大外界 身心 就是清净性 也可以说为好善好德之间 善得到了极处就是清净 清净性 清净性 清净性是法德的 所以菩萨 疼佛的时候 到他那里知的都是志同道 我给我们讲六道 六道怎么行肯定 不是佛造的 也不是上帝造的 也不是什么神仙造的 谁造的 自己造的 这个没法子 你自己跟那些道啊 志同道合吗 自然他就跑到那道去了吧 你比如我们人间 我们现前这个社会 喜欢念佛的人 有机会都跑到那里了 喜欢跳舞的人 他才不到这边来 他一定到跳舞进去了 喜欢打麻将的人 他一定找一批朋友 他是忽于乐于 人为什么到天呢 他有天之德 这个道德水准一般高的 他谈得很投机 自然的确实话 所以这个生天呢 不一定是我 信了上帝 他生天 没这个道理 你有这个道德的标准 自自然而 他就到底去 你信上帝 你信上帝 你自己的特性 跟他不相同 性别是我的 也去不了 孔老夫子 在异性词里面告诉过问题 勿以类之 人以群奔满 这个道理说的 就是天经之地 自从道德 一类一类的 他自然 他就去向一道去 分天之路 六道 每一道都是这样 所以看心 都到勿鬼道去 晨慧心都到第一道去 御赤心都到这个 畜生道去 无界实善都到人间 到天上去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六道轮回 是各行标准显现 显现这个六大类 当然每一类里面的细分 那是无量无边 说之不尽 乃至万恨 弃意如是 万恨是向菩萨的行门 比如六诸 此时 十三 乃至于 我们念佛的照理 统统是这样 都是菩萨的精度 所以佛法里 教给我们 这些修行的方法 无非 无非都是帮助我们 恢复清静性 也就是 成就我们自救的 净土 清静的途径 自自然然 就与菩萨 信徒相应了 我们今天用灭佛这个方法门 霸佛提前一向专念 这个法门与阿弥陀佛的净土相应 我们这个图书馆 常常来的一个陈居思 有佛舟人 他头剔的光光着 相貌也不扬 在我们这个道场 没有人瞧得去 很多人都讨厌他 你看呢 他在四几天前往生 味相非常好 我上一次出国 他来给我鼎礼 他告诉我 他说 决定遇到这个无量寿静来休息 一行专念阿弥陀佛 他告诉我 他的法师 恐怕下一次我见不到你 我再回来 他走了 这是真正往生 我们这个图书馆 我们这个图书馆 很见得了 很不容易 一心一意 念阿弥陀佛 他一天大概是念几万生风 他告诉我 是以此方念佛 彼方联成 我们这里发行念佛经常跟我们说的 西方极乐世界 却保持之中就有一朵莲花 这个莲花是从我们自己发行里面变现出来的 因为念佛这个法门 能念之心 就是十句 所念的佛号是我们自己的本质 一心念佛就是十句后本 所以 却保持中原话是自信当中变现出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不单是阿弥陀佛的发行图 也是我们自己的发行图 如果不是自己发行图 我们不可能到阿弥陀佛的发行图去 所以说自他不二 尊佛一体 众生更佛之一体 若极乐种种清净庄严 遂彼佛为菩萨时之所成就 而为勤修敬业众生 供与成就也可以 这个阻止都很好走 因为我们同时在读《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里面讲得非常详细 阿弥陀佛在做菩萨的时候 他的誓约 他的羞耻 其功累得了 他所成就 也可以说 社会无量无边的 那是往生的人 因为他们大家都修经理 大家都修一行过吗 可以说是共同成就 都是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行 这种成就做得非常伟大 所以孤约提起心境的活途径 这个是阶段 你念佛人不可预理 不知道 你要想求尽头 第一 提念经教 这个才是真实的佛法 至高无上的佛法 至高无上的佛法 真理的自信能生万伐是光阴 我们看这个超 自信能生万伐是六足禅经意义的 六足禅 何其自信能生万伐 这是六足 当时在黄美 他这种修行的榜样 值得我们效法的 值得我们学习的 真正修行人 他所选择的道场 这个道场决定要有道 就是我在这里要能成就 道场一定要有道啊 有道有学 我们在那里住 他不至于空过啊 如果这个场所是道学都没有 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一定是空过了 那么当时五五足的道场 是天下吃蜜 禅中地道场 他到底是禅师 他学什么呢 在我们看上 他什么都没学到 其实 他从入黄美的那一天 就是在征参世修 我们肉眼反腐不认识 换句坏句 真正修学的方法 我们根本不懂 就是从行 这个无论在家出家 缺活的人 一入道场门 期限是五年 五年学计 这个阶段老师的教训 就是说 叔父教你怎么做 你就乖乖乖的什么东西 百分之百的服从 老老实实在问 五年里面修什么呢 刚才跟诸位所说的 修界定会三学的基础 用五年的时间再打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你一生绝变不可能成就 除了修这个界定会三学基础之外 就修佛 没有佛报 不但你将来自己自修 你的衣食困难 我经常告诉我们 修慧不修福 罗汉脱空伯 这个墓罗汉就是分分实实修慧不修福 出去脱伯没有人供养 天天干磨 都没有福报嘛 可见的这个大乡说法很多重于修福 还有一种偏见 修福不修慧 大象挂阴 大象挂阴落 他前世他专修福不修慧 来生怎么样呢 变畜生的 没有慧变畜生 虽然畜生呢 他是大象过往这样 出门就起了这样 所以过往一出门 这个大象呢 是金鸣宝珠英都挂在一身的 佛报很大了 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但是吃的也处 所以佛教给我们徒慧也上学 那么修福怎么修法呢 就是道场里面佛物 你看六祖在荒美大科院 奔派的工作是草方 那个时候寺院主众经常在里面住的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每一天吃饭就很麻烦了 他的工作呢 聪明 那时候我们一几几也要用人工来充满 聪明破产 换句话说 他的工作是厨房里面的工作 这是修福啊 修慧呢 禅宗的方法是用参救 用观心 用这两种方法 换句话说 就是在生活当中 在齐心动念之处 用功夫 用什么功夫呢 就求一心不乱 去修清净心 他用的这功夫啊 他一入荒美八个月功夫一天没争端呢 下来 你明明明明明实没有功夫 那真实功夫啊 承宗用的功夫是参救的 用这个功夫呢 成就界定会参救 教下呢 是用读经的 像这个天才要念三大步 这个三大步 像我这个宪庄书 这个宪庄书 总共是六十册 这个六十册五年当中 统统要念回背 你不能背这个三大步 你将来没有资格到讲堂听讲 凡是能够到讲堂坐下来听讲的 统统都背书了 三大步就是第一个诗 《法华》《文句》 第二部诗 《法华》《文句》《世青》 首先就是我们常讲的 智慈大师就寻谈旋 就是那一部分东西 那是《法华》的经题 《武童弦义》 《武童弦义》 这个本子二十文 不是二十文 《文句》二十文 《文句》二十文 《文句》是《法华》的注解 《环游》二十文 《魔火之观》 是他修行方法 这个叫做三大步 天台三大步 要背啊 不背不行啊 你老师问不问你 不问你 把这书交给你 这个一条 五年当中 把他背着滚瓜来说 就背这个东西 这个背就是刚才跟各位说的 解释 定学 会说 一次完成 不要求解释 不要问这个语言 除这个之外 常做这件工作 在五年 净土宗里面呢 就是叫一句佛号 这个念法当一句佛号 绵绵绵绵绵的 这一句佛号就念五年 目的还是 解学定学会学一次完成 这个五年基础的教育非常重要啊 我们现在同修当中 也有不少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晓得有几位同修 念《无量说经》 每天念五六遍 他如果三年不断 三年不间断 他这个基础成就了 有这样的基础 再来听经 一次两次他会开悟啊 我们现在听经 听一辈子都不会开悟 原因当然没有三学的底子嘛 所以中国古老的教学方法 的确是有一套啊 开头看起来 这种教学法 这有什么意思 笨笨的 他不晓得 这种真正成就 今世的基础 成为一个发器 然后接受入了大法 这个狠重 不能成就 那么这一句话 六祖开悟的时候 这是五祖穿伐 就是给他讲金刚经 金刚经病了一讲完 讲到愿无所住 二生其心 大概金刚经三分之一 讲到三分之一 他就开始 呼了 后头不要讲了 不但金刚经不要讲了 所有一切音都不要讲了 为什么 一切通达 不但出世间佛法通达了 世间一切法也通达了 都想想 你想是从前教学法好 还是现代教学法好呢 不能相提并论 我们古老东西之好 现在人不认识 不知道啊 真好啊 他开悟的时候 说出了五句 这是最后的一句 一切万法都是自信体现出来的 底下引用滑眼金手 滑眼金云 一切暴灵网 一切暴灵网 皆一切法 如幻心出生 这是华言经的经文 这个意思啊 这个意思啊 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 必报正报 是从一切众生 心一时里头 变现出来的 换句话说 是法远心 变现出来的境界 这一点 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 你会能够得到这个 从历史上来看 古时候的社会 比我们现在社会单纯 古时候的人心 比我们现在人心纯朴 我38年到台湾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对台湾人 跟现在的台湾人 不一样 那个时候 老实 真正可爱 真正可敬 对人 千功优异 我们走路 你是路了 随便去问一个人 他不但很热心地来招待你 有的时候他陪你带你去 他怕你走不到会带你去 你看现在的社会 你越路的时候 问一个人 不知道 反正面孔 不知道 三十年变了 人心社会完全变了 现在不能说 但是环境染物严重 人心的染物比环境还要严重 尤其是最近一年 染物移进到非常危险的程度 你到哪里去看呢 股票市场去看 你去看股票市场那么多人 你个心啊 搞掘掉掉掉掉掉了 跟着那个数字 你终了 不得了啊 表现的是什么 坦誠痴慢 佛经文所讲的 你到哪里去看的时候 立刻就看了 所有这些见识反倒的时候 立刻就看出来 而且变化的太快了 这一分钟贪 那一分钟的时候 那一分钟的时候,太明显了 这种燃物,燃物到了几处啊 比环境的燃物恐怖的太多太多了 这几个人知道吗? 不重要啊 我们今天口径不好,人心不好啊 古代为什么那么好啊? 古代正是教育 现在教育丢掉了,没有教育了 现在是什么东西?技术啊,科技啊 教育是什么?是讲做人的道理啊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做人的道理不讲了 讲什么?讲怎么样干净 讲求怎么样消费搞得到 这个发展下去,这个世界就垮 怎么会不造大灾难? 我们不要去听那些欲人 也不要听传熟啊,你看人心就看出来了 这个现在的话来讲,非常科学 非常现实,你看人心,看世道人心 我们就能够了解将来有什么样的过报 所以这个世界呢,是大灾难心所变现的 西方净土啊,是清净心所变现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达难世界里面 我们是清净心的 他然,我不然 他不清净,我清净 现在我们虽然共住在一起 所以,将来我们是个人做个人的路 也就是,以后的古报这么不相同 我们清净心一定敢清净土 这个极度不清净的心 他所感的决定是善我道 决定是 所以这个搞股票式来讲 我们从前有人钻到钱里面去 从前那个钱都有个洞 钻到那个里面去了,出不来了 那个很可怜的 所以以前那种钱做的那个样子 都是要紧张的 那个样子,就是形式的样子 枷锁,枷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东西,害怕了 这个好,固然好 要小心 不是真正好东西 没有智慧,你在里面就不得了 所以讲的是,幻心作生 那么这是比约,想领王如幻 人能够理解一切法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这一切法都是幻心作生的 那么底下讲 一切暴露过五住善根 一,衣服,盖是宝盖 床室,班床,座室,莲花,宝座等等 莫不解压 明白这个道理 你对于这一切种种庄宇 你可以享受 假设是有用的 心理清净,绝不忍住 绝不忍住的时候呢 没有贪恋的心 享受而没有贪心 摄取了没有后悔不信 也就是一切法没有得实性 没有取写性 一切法当中享受了五不自然 这个就非常快乐 所以是一切随云而不攀远 这个就对了 攀远,起先动念 我要怎么做法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一切随云,就叫大不在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修福,约定九福道 不要认为 哎呀,我将来 我这个钱没有了 将来生活怎么办 你要是有福 到什么地方 那都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到哪里都缺乏 修福太重要了 有钱呢 存在银行里 没用处啊 被值会贬值啊 银行会倒闭啊 这个福啊 这个福啊 要存在那些众生的身上 因为这个福就永远想不见 我有福,让大家想 大家有福,我当然有福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福要给大家去想 这边 这边 忠实 这又云 滑藏 光烟,世界海中 若山河 那只树林 茅城等处 夜夜皆是趁真如法界 居足无边德 是故当之净土为先 更无怀见 这个总结就好 这是讲华语 华语是法现土 华语是夜真法界 什么人住的呢 四十一位法生大人 统统都是明信见信者 所以华语世界是法现土 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 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 我们说他比华语世界还要殊胜 这殊胜在哪里呢 华语世界破一平无名 振一分发生 才有自己得去得了 西方净土只要你端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决定要去 那你就去得了 书生在那个地方 华语世界我决心想去 去不了 我没有破一平无名 没进去 去不了 他们的法界完全是一样的 那个地方去不了 西方这个世界去不了 西方净土跟华语世界是一样的 通通是印证华语世界 这不可思议阿弥陀佛 我们就身上一根汉堡 所以这个就叫一包正包 欲语皆是趁真如法界 真如法界就是我们的自信 那就是真如本性 所以没有一法不是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 没有一法不诚信 换句话是没有一法不是信 这就是我们讲习当中 实在不得已的时候 常常用梦境来做必须 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如果我们会然觉察了 我们在做梦 梦中确实有境界 有山河啊 有大地啊 有树木啊 也有很多 有动物啊 也有虚空啊 从哪里来的呢 都是自己心里必须出来的 我们有个能做梦的心 所做的梦 如果你忽然觉悟了 那么梦境跟能做梦的心 是一不少 能做梦的心 所做的梦境是一不少 能属有啊 梦境是香 能做梦的就是心 我梦境是一个本性 我梦境是一不少啊 全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做梦的时候当然有一个自己 不可能就做一个梦 梦里面没有自己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定有个自己 也有很多人 那些人同样 那些人还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你所喜欢的人 是你善心所变现出来的 你讨厌的人 所恨的人 是你自己悟心所变现出来的 全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除了自己之外 确实没有东西 所以告诉你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全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以这个道理来推想 近时空变法界 都是我们自己 正如本性变现之物 所以说 聚无便得了 得相于德 也就是六祖大师 何其自信奔卖之主 赤法界 一真光年 统统是自信制度的 没有一样 是自信奔卖之主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还是自信制度的 还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西方世界从哪来的 阿弥陀佛从哪来的 是自信能真办法 还是自信奔卖之主 但是各位要晓得 这是信奔 信奔虽然本来自主 你要没有修德 你不能够自在变现 你现在是你了信奔 所以你要被业力所短 你自己完全做不了主 随得业力短 如果你要恢复到清净心了 你就做得了主 受法界一真壮严 那是你自己能做得了主 你就能够转一切静静 论言上说得很好 若能转静 就成如来 你能够转静 那你就叫做如来了 你直接就成佛了 你不会被外面环境影响 你能够影响环境 凡乎就在颠倒 颠倒就是受外面环境影响 自己没有能力影响环境 完全受外境影响 这就很可怜了 这个叫颠倒 如果想真实的 是静静心转 那么这个里面关键的所在 就是清净心 我们在三句上常常讲 觉心 正心 清净心 这三个心 三心是一心 一二三三二一 但是 从正下手困难 真的是难 禅宗是从哲下手 教下是从正下手 面活发能是从静下手 三个门从静入门 地区比较容易多 若进来 成就绝对是相等 好像我们这个讲堂三个门一样 不管从哪个门进来 进来都一样 进来是圆圆满满 通通得到 在门外的时候 这三个不同 决正经不同 进门来之后 这边是相同的 所以六祖开悟之后 教也通了 静也通了 样样他都通胆了 没有开悟之情 他只有一样 只有成定的功夫 悟了之后 一切圆满成就 我们明白这个原理 你就晓得应该 能够去修 晓得我们念经是修什么 我们念这个佛号是修什么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修的时候才有味道 出兴趣 不会念念的哭到无缘 念到最后觉得很茫然 很空中 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 那是错误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做这个工作的意义 晓得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 知道我们这个修学 越见你不得口 见闲会得到真实的智慧 智慧现前 你的生活一定过得非常美满 非常快乐 为什么 没有真实智慧 知道自己 知道环境 知道别人 知道这个时机 知道过去 也知道将来 样样都清楚都明了 我生活怎么不自在 当然自在了 一点都不迷惑 这个能力 是从清静心带来的 靠读书 靠做学问 得不到 不决定 得不到 唯独清静心才能得到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今天第二卷讲解码 感谢观看 警察 我们还问你 不决定 有什么 hast的 我只知道 有什么よう 怎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